好各位好我是Tim 欢迎收看本情绪飓风 实在抱歉 最近因为我在毕业 所以说比较忙 本来我应该有很多内容想要放给各位的 但是就是一直腾不住时间来做 但是今天我就来给各位讲讲我背后的这个 电视器 因为很多人问了我这是什么东西 那么这个是Atoms的Sumo 19 我之前做过Atoms的七寸陆机评测 那个Shogun Inferno的评测 那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机评测 算是我做的比较好的一期 所以说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期如果说你还没有看过的话 那么Atoms借给了我这个Sumo 来让我来试一试 那我花了两个月来使用 那么也算是比较了解这个设备了 所以说我就来给各位做一个 AtomsSumo 19的剪屏 首先我先要简单介绍一下Sumo这条产品线 那么现在Atoms有两个Sumo版本 一个是Sumo 还有一个是Sumo 19M 它们两个的主要区别就是 M版本只能够监看 不能够录制 那么两者重量都差不多 在6公斤左右 对于一个19寸的监视器来说 6公斤我觉得还是非常重的 不过Sumo本身针对的市场 就是剧组还有演播室 所以重量并不会是最大的问题 那么做工上Sumo非常不错 铝合金外壳 各个接口也都非常结实 那么你有4个SDI输入 一个输出 一个HDMI输入和输出 以及两个通道的卡能扣 那么当然这些都不是重点 Sumo的核心还是在这块 19寸的屏幕上 这块19寸的屏幕分辨率是1920x1200 面板是IPS 但这块IPS的面板亮度非常高 可以达到1200nits 给一个大概的概念的话就是 普通监视器正常是在400nits到500nits左右 那么正是因为这块高亮面板 Atom 4还可以实现HDR的监看 那我其实已经介绍过HDR几次了 但是我可以再讲一次 那么这里我们说的HDR是纯粹的显示技术 而不是以往的叠加多张不同曝光的照片 来增加动态范围的那个HDR 那么简单来说就是 现在我们的相机能够拍摄高达13档 或者14档的动态范围的画面 但是最终处理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回到REC709的色域 那我们只能把这些信息 全部都压进这个6到7档的空间里面 而我们能够看到的色彩也都非常有限 HDR的显示器大大增加了显示的范围 拥有10笔特色声 以及10档以上的范围 所以逻辑上你可以看到 对比更加强 颜色更加鲜艳的画面 但是这对于前机拍摄有什么 用吗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以把HDR理解成一个 控制曝光的非常好的工具 因为过曝的区域是白色 但是HDR屏幕的白色特别的亮 所以说你可以很轻松看到过曝的区域 并且根据情况来进行调整 那么通常在Atmos上面 我就使用HDR引擎 然后再加上一个试播器 基本上就不会出现曝光失误的场景了 Sumo的菜单和Inferno基本上一样 因为是触摸屏 而且屏幕大了很多 所以相比Inferno 可以更快地点到各个工具 那么试播器对焦辅助这些 你想得到的辅助工具基本上都有 你也仍然具有录制能力 最高能够实现4K60P的RAW转ProRes 或者说30P的CDN G-RAW 那么录制这里我不想介绍过多 因为基本上和我讲的Inferno重合 那么虽然有这么多优点 我个人觉得在前期拍摄 还是不适合我个人 毕竟我一个人不可能 带着这么大一个监视器到处跑 Sumo虽然支持使用Viko电池供电 而且支持热巴X 但是我要抱怨一下 本身套装只提供了电源 并没有提供Viko的扣板 也没有Viko的供电线 全部要自己买 而且还挺难买到的 我个人觉得我只会在室内使用Sumo 室外使用Sumo 我觉得更多还是拿来给导演作为一件看 毕竟你可以直接把Log画面 重新映售到这个HDR屏幕上 或者说你可以套Lots 让导演看到近似于最终成果的画面 那么这是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当然你可以把Sumo拿来给更交员进行更交 因为非常大 而且非常清晰 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一个 很适合团队合作的产品 但是在前期拍摄的时候 对于我这种单兵作战的弱机 我觉得就是不合适 但是因为Sumo本身这么大 还可以直接供电 屏幕也可以反复通过X-ray角色器来进行角色 所以说在后期 Sumo也可以作为一个监视器来使用 那么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点 Premiere可以直接把Sumo设置为输出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在剪辑的时候 不经过任何调色 在时间线上剪辑捞个画面 但是在Sumo上却能够看到正常的画面 这样在剪辑的时候就会舒服很多 通常我使用三个屏幕 右侧是素材箱让我选择所有的素材 中间是时间线和效果空间 以及一个小的预览窗口 那么左边则是Sumo 来让我仔细的看每一个素材 这样整体剪辑的效率我觉得非常的高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套工作流 所以这就是我最近使用Sumo的体验 那么要说优点的话 绝对是这个屏幕本身 以及Atomos的菜单 还有价格 那么现在Sumo有了一次降价 在15000左右 那么SumoM应该会更加便宜一点 那么可能很多人还是会觉得很贵 但是毕竟这是专业级的监视器 还有录制功能 而且前期和后期都能够使用 所以说我觉得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之后我们工作室也许会买一台 这个看情况 但是要说缺点的话 我就希望Atomos能够包含电池扣板和供电线 还有就是屏幕本身非常容易反光 你可以去购买这个光照 但是这又是额外的开销 我就希望Sumo能够直接包含这个这个光照 这样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 更加完整的一个产品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次AtomosSumo的评测 我们下次再见